小高姐 你看 我新买了胶带 哇 小高 你发财了 买这么多胶带 我买这么多 是让你帮我做粘粘球的 那 我有什么好处呢 做好了 我给你500块 哇 成交 不过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尽管说没有 我办不了的 我要一个彩虹胶带球 要比这个鸡蛋还要的 哇 你这也太高难度了吧 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拜拜 要比这个鸡蛋还要大 为了500块 我也拼了 鸡蛋 我也有 还是剥了壳的 我就用它 支支一个超大的彩虹胶带水球 这个鸡蛋解压球可好玩了 我要用双面胶把它裹上一层 这个鸡蛋表面已经全都是双面胶了 现在就用这6种颜色的胶带 把它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 卷水球会有点难度哦 给我点点赞加加油呗 经过了我三天的努力 终于把它里里外外包裹了6层 又嘟嘟的非常的重 最后就是把这个水球做成彩虹球 最外面这一层就卷圈 卷成粉色 粉色卷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卷黄色 围这个圆卷黄色 出界了也没关系 待会我们卷下一层的时候 可以把它包裹住 该到绿色啦 最后一个蓝色 起了之后就好卷多了 这个彩虹胶带球看上去就很简单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从早上11点半卷到现在 3点44分 一共用了4个小时 咱们现在就叫小高过来收货咯 小高小高快点过来 找我干嘛 你的彩虹胶带球已经做好了 哇 这么大 当然 拿去 任务已完成 500块钱 好了我走了啊 500块钱 把个这么大的球也值啦 看到彩虹 你们是不是要许个愿啊 现在就带你们去解剖呀 剖你 就放进去 一串 哇 怎么又水飞出来 吓我啊 但是 还是挺好玩哦 什么里面有一个黄色的球球 还想看我们挑战什么 平板区告诉我 记得点赞还有关注 Mail